你一定聽過 如果長皮蛇 繞腰圍一圈就會死 你覺得這是對的還是錯的呢 那田醫師現在這邊跟大家來解釋 皮蛇就是帶狀性泡疹 繞了一圈也沒關係 不會造成生命危險 然後再來 皮蛇的親戚到底是誰呢 其實就是我們小時候得過的水痘 那他們兩個是同樣的病毒喔 水痘得完了之後呢 這個病毒呢 它其實沒有全部離開我們身體 它就躲在我們的神經節 就躲在神經節裡面 等到你的身體抵抗力很差的時候 它就會跑出來作怪 所以皮蛇它第一個發作的症狀 一定就是很痛 因為它就是吃你的神經 然後皮膚上開始出現紅疹水泡 那那個病程其實就跟小時候水痘一樣對不對 水泡結痂 然後就掉下來就好了 皮蛇可以治療可不治療 大概大部分的人一個禮拜就好了 那我們怕的是什麼呢 我們怕的是老人跟小孩 或是抵抗力很差的人 它會拖得很久 會造成全身性的問題 那所以我們希望在皮蛇的治療 希望是在一個禮拜就可以好起來 如果拖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很常見就是老人家 糖藥病病患等等 它會變成慢性的神經痛 那就跟你皮蛇一開始的痛是一樣的 那這個痛會一輩子都跟著它們 讓它們日夜都沒有辦法安寧 那所以在老人跟小孩 這個抵抗力很差的族群 我們甚至會建議要打皮蛇的疫苗 什麼樣的皮蛇會讓醫生緊張 要讓你住院呢 那就是如果皮蛇是長在臉上 尤其是長在眼睛周圍 造成眼睛視力的模糊 角膜的受損 這是很嚴重的 或者是皮蛇直接吃到了腦 造成腦膜炎 這是很嚴重的 除了這個之外 大部分的皮蛇自己都會好起來 然後再來你如果得到了皮蛇的話 最好的方式就是 這個禮拜要好好的修養 讓你的抵抗力可以跟皮蛇去作戰 然後讓這個皮蛇在一個禮拜內就好起來 這樣子後面就比較不會有後遺症